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现代行动人阿坤 这一期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农村曾经一个杀鸡取缆的事情 那就是割松枝 首先割松枝的话 每一斤松枝 收购价格就是在两块钱 一棵树一年只能割一次 大概就是割个10到20斤 割松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就是在这个松树上面 割一个口子 然后让这个松枝慢慢的留着 下面搞东西钻着 那这样松枝的话 其实对树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一棵树割完松枝以后 非死即三 首先它这个叶子就会减少 有的树如果是位置 或者是割得太厉害了 就会直接枯死 那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吧 那首先我们有看到这个树上有一个 相当于一个熏章一样的东西 一个V字形 这不是一个熏章 这是人类给它留下的伤害 单一棵树割了松枝以后 它这个山口大概就是两公分 如果你这棵树要拿去卖的话 整个树的直径减小两公分 这割了松枝以后 这树每年到了夏天 它就会依然会有这个松枝流出来 这就像它的血一样的 我们看到它这个山口 这一块是没办法愈合的 这样的树拿出去卖的话 当做墨材也是要折架的 我们再看这棵树 它这个松枝都已经留得特别多了 那这个树已经没有在留这个松枝了 因为它已经枯死了 死了 我们看到上面没有叶子 现在国家林业局已经明令禁止非法歌颂 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说我们要拒绝这种歌颂的行为再次出现 像这一块的话也是很多年以前歌的 现在也是禁止歌颂的 那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个歌颂之是不是一个杀鸡取揽的方法 欢迎大家评论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哦